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学视频 本期我们主要讲解AR植宝机如何安装波洒系统 波洒系统包装箱内主要包含以下物品 料箱一个 波洒器一个 挡板四个 防护板一个 在安装波洒系统之前 请准备好3.0、2.5 内六角螺丝刀 和12号开口扳手 我们需要对飞机进行以下操作 1.将AR2喷洒药箱和电池拔下 2.将喷洒转接板上的1-4号水泵 流量剂、夜未剂插头拔下 3.拧松机身进水口处罗文涛 取下净水口 注意 注意 进水口会导致料箱无法完全插入机身 4.使用12号开口扳手 拧松1-4号水泵和喷洒管连接处罗文涛 使喷洒管 使喷洒管和水泵分离 注意 安装波洒机时 不能将喷洒管拆除 否则容易导致机壁内部进入肥料 5.使用3.0螺丝刀 拧松线夹固定螺丝 取出线材 再安装线夹 6.使用2.5螺丝刀拧松机身盖板螺丝 取下机身盖板 7.拔下仿地雷达插头 再使用3.0螺丝刀拧下4颗水泵固定架螺丝 8.整体拆除水泵 仿地雷达 流量计 1分4接头 支架等模组 并存放在干燥环境 9.使用2.5螺丝刀将机身盖板安装回原位 10.使用2.5螺丝刀 拧松叶位剂4颗固定螺丝 取下叶位剂 注意 叶位剂会影响料箱和播撒盘之间的连接 在取出包装箱内播撒系统后 进行以下操作 1.向外拉出锁指旋钮 并旋转90度 再顺时针旋转播撒机 分离料箱与播撒机 注意 请仔细检查料箱下方的螺丝是否紧固 否则无法与播撒盘连接 2.将挡板固定卡在播撒机四周 注意 4个挡板需要相互正确连接 且第一个挡板需对准播撒机控制器的中线 3.将播撒器限速穿过防护板 再将防护板套入播撒器 4.使用3.0螺丝刀 将螺丝穿过防护板后再穿过挡板 对其螺丝孔位后拧紧固定 5.将播撒料箱插入机身 注意 断料传感器限速需要从机身上表面走线 以防止意外提起料箱 损坏线材或插头 6.将播撒机逆时针旋转与料箱连接 连接固定后旋转90度锁止旋钮 并向内压紧锁止旋钮 确保播撒机和料箱锁定 5.连接插头 断料感应插头 连接流量计端口 舱门供电插头 连接液位计端口 转次调节插头 连接水泵1或水泵3端口 舱门信号插头 连接水泵2或水泵4端口 注意 请勿将断料感应 与舱门供电两个插头 互换插接 否则将引起飞机模块烧坏等事故 请勿将转速调节 与舱门信号两个插头 互换插接 否则播撒功能会发生隐乱 飞机起飞就会开始播撒 且转盘旋转不正常 6.密封插头 取出波撒箱内配送的四星插座胶塞 将未插接的两个水泵插座 密封堵住 防止肥料等俯视插座 引起飞机故障 至此 波撒系统安装完成 大火撒系统安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